这个世界我认为最苦的事情就是病 病是最苦 这个生苦 你在出生的时候你也会痛苦 但是那个不记得了 这个劳苦 那大家都会记得 你们还没有劳 就不知道劳苦 一个就是病苦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小时候听来的 张辉 就是三国时代的张辉 他骑在马上 对孔明讲 我张辉 天不怕 地不怕 没有一样可怕的 孔明只是淡淡的笑一笑 跟他讲 你病 怕不怕 张辉 那张辉 很快从马上掉下来 还是怕的 这个死 大家都不怕死 死没有什么 死的时候 是众人哭 死者笑 刚出生的 出生的时候 是众人笑 刚出生的婴儿哭 死不可怕 因为死了 没有身体了 就不如苦 像那个李信珠上师 李信珠上师 他过往不久 跑来跟我讲 哇 他那时候 神采飞扬 全身都放光 穿着天衣 是容貌 都放光的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哇 我以前老的时候 这里痛 哪里痛 全身算通 连走路都不方便 现在死了以后 才知道 穿天衣 全身放光了 又变年轻了 又变漂亮 又没有病痛 死很好 他没有讲 说你们大家都气死 那我问他 我说李上师 难道你要我跟大家讲 大家都气死吗 他的意思是讲 老苦病苦 最苦 死 真的死了以后不苦 你有修行 死了不苦 问题是 死前苦 死前那一段时间 如果拖了几年 你才死 拖了好几年 才死 哇 太苦了 如果是一撒拉 上场睡觉 躺着 就走了 哇 我讲过那是 第一等死 最好的死 我常常提到老子讲的话 老子怎么说 物之范也 就是在我有这个身体 人如果没有这个身体 那就快乐了 那就快乐了 因为我这个身体就痛苦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当初 他已经在菩提世下 已经正道 他想到一正道 他就想涅槃 想离开撒佛世界 就好 所以第四天 跟大凡天 跟大凡天 第四天 大凡天 大凡天就是布拉玛 第四天 就是尸体横因 来劝他 在撒佛世界 转法路 所以释迦摩尼佛 才留下来 才有所谓的佛教 或者他本来正道 他就想要离开的 希望要是如来 帮助我们 出布拉斯固的弟子 在护魔法会以后 所有的病症 能够消除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